欢迎大家来到Dev Learning分享会 我们在GitHub上维护了一套开源的Dev开发教程 愿意是给初级开发者一个最简区块链学习路径 给进阶开发者一个交流和协作的平台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和币访账号 点赞 订阅 收藏 转发 我们定期会有精彩的分享视频 本次邀请到蓝笔实验室的郭宇老师 分享的题目是ZikSync Error Tutorial ZikSync Error Tutorial的原理 Lookup Argument 本次课程由ZikSync官方资助 Dev Learning与安比实验室联合推出 油浅入深 从实战到原理 干货满满 接下来有请郭宇老师 郭宇老师 Hello 能听到吗 可以 OK 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 然后今天主要重点就是讲 Boo Gem的比较有特色的部分 然后因为特色的部分 因为为什么第二节 我们第二次讲对Boo Gem的原理 我们以前讲了一个Luca 因为它相对来说是个比较简单的协议 也是能够避免我觉得也是推荐如果去读Boo Gem代码 的话也这也是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入口 就是我们先看这玩意儿就是相对协议简单一点 然后呢 我现在接下来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协议本身是因为它没文档的 嗯也是就几乎把这个这个Boo Gem的Program的System就全部看了一遍 然后完了去反向逆向分析 然后把他这个协议给能够写出来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些原理和它的里面那些 就是它为什么要用这玩意儿 它跟之前的这Lucav argument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之前我在WG分享过一次Lucav argument 但那个英文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介绍了Lucav argument的发展的过程 嗯但今天我们就就是深入到这样一个实际的一个这样一个Proving System的一个比较新的Lucav argument 嗯然后我反正我今天就是建议从一些很基础的地方开始 然后嗯大家听的哪个地方如果你follow不了了就麻烦你提醒我一声 然后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地方说出重复一下 因为我们要求我们我们希望就是今天今天这个基础不需要太多 就是都大概都能听明白 ok然后 我先对 先说一下大概就是这个Lucav argument是就是我因为因为它也没有名字 所以说我就把它叫成叫 跟他比较不这样Lucav 然后 他我觉得他一个比较直接的比较对象就是这个PLucav 然后还有一个学乡比较对象像这个 hello2的 是另外一个证明系统了 他里面的一个Lucav 这些都是不同的Lucav 但是不见我们这个Lucav相对比较 现在话一点就是现在话一点 俩不说另外两个不现在话 而说这个他用了一些很新的思想这个词想就叫了 叫做 叫 logarism make derivative 这就是字面意思 就是是对数导数的技术来做这个能lock up 这个对数导数的思想 我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他为什么他很很有用 以及他其实解决的 不光是lock up 根本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 理解这个lock up argument的工作原理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就先把这部分先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故事要先从一个更老一点的问题说起 就是我们先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就什么是lock up argument 有没有谁那个知道lock up argument是什么呢 可以简单说一下吗 有人愿意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快速的 summarize一下就什么是lock up 有吗 反正说错也没关系 没有那我先继续吧 就是所谓的lock up argument是说 我们假设有一个 他最早的初始动力是因为在我们希望在电路里构造这样一个叫lock up argument look up的 一个gate就是这叫lookup gate 然后呢他有一些输入比如输入输出 然后运算出一个c然后呢 只不过这个 这个abc的这个运算我们把它叫做叫gate 然后他有三个边量abc 然后然后让这个让这个等名 那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做制作输入 左输入 叫left input 那这个b就是right input 那这个c就是output 那这个c就是output 如果这个abc它是一个加法乘法关系 那这个这个g就是一个ponomial 就是关于abc的如果只用加法乘法来表示的话 但很不幸的是 但是有些运算很难用加法乘法 也就很难就很麻烦 比如说像我们像运算这个a 这个e或b 然后等于c 那这个e或关系就不是特别容易做的一个事 因为 因为ponomial的话这个ponomial的d drake可能会比较高 可是不是很划算 那后来这个lucal 根本的引入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思路来 我们不用多项式去表达abc 而是我们用一个table 我们用一个table 发小了 用一个三列的table 然后第一列放上所有的a 第二列放上所有比第三列放c 就是说 写一个两位的 比如00和00做疑惑 就是00 00和01做疑惑 就是01 对对对 我们把所有abc的结果全部都写在一张表里 这个表就我们把它称为叫table 就简单一点就称为table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gate 然后呢我们这边说abc 我们把它封装到一个记录里面去 然后呢我们去看 这个 这条记录是不是存在这个表里面 如果存在就证明 当我说存在的意思说是这个abc 同时在一行 那又因为我们这个表它本身是个异货表 这个我们就是说是一个axle table 那么因为这个记录存在于这张表 因此那么这个abc显然是满足axle的关系的 反正这个因子可以 imply 一个a xor等于c 就事实证明最早我们用用引入lookup gate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处理 异货运算 处理异货运算还有一些别的运算 那异货是比较常见的 嗯 但是大家很快发现就是其实我们这个通用这个 通用的技术呢 它其实光 是处理可以处理一货 它处理所有这种 你可能用pronomial的关系去描述这些运算符和运算结果 运算数和运算结果之间关系的这种情况 都可以用lookup gate来处理 也因此来说后面的话lookup gate 成为现在plunk系统里面 就必不可少的一个组件 就是如果你没有lookup gate的话 可能这个plunk系统 就是中间就是有写电路上会会比较 就是爱手爱脚就是不是那么顺畅 包括现在的像stark一些系统 它里面也会引入了lookup 而给我们去增强它写电路的能力 这是这是lookup argument它的它的原理 然后接下来就是 第二个就是 就是这些lookup argument的这些 这个叫con concept 那我们下面就像这个就是 那我们其实有好几种 lookup argument就是system 其中有一大类这个system是长这样的 就是 这个lookup argument system 它就说我们希望更高效的来处理 大量的这个lookup 比如说 那像这个就叫lookup 叫lookup 把它叫做lookup 我们可以叫你就可以叫查询也好 查找也好 我代表这个叫lookup 右边这个表叫table 很显然 很显然如果我们只考虑一次lookup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table 那就是当然很简单 那问题是如果我们的lookup 非常非常多怎么办 有很多的lookup 我们要到来看在一张表里 那接下来就是会有处理 就是说当lookup量很大的时候该怎么做呢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当这个table有可能很大 比如这个exode的运算 我们假如说我们如果做一个 两bit的话 那这样这个表并不大 这个表就是2的4次方这么大 如果是8bit 那就2的16次方那么大 那实际上那异货运算 通常我们做实现zqvm的话 那就是16bit或者32bit 那这个表就会变得非常大 那这个表变大该也该怎么怎么处理 仍然那这个证明系统会比较高效呢 有什么办法 就是这个引入了第二代 我给我来写一下这第一代的 就简单为这个这个lookup 像这个就是这个plookup 现在plookup仍然存在 有很多的证明系统 这个tlookup 这第一代的 他的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 lookup的数量 不能超出table的量 首先这个lookup的量不能太大 不能超出table的量 第二个局限是这个table不能太大 于是就出现了第二代 第二代 第二代的lookup 第二代就是像 cog cog plus 还有像这个flookup 这是第二代 第二代的这个他的这个解决解决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这个 这个big table big table big table 那这是big table呢 但是他 but 小量的 少量的lookup 这个 少量的 lookup 就相当于第二代 啊接下来就是会又出现了这第三代的 这个这个就就就像logup 啊 嗯 我老大不还有什么 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boodjam 嗯 lookup 嗯他们的这一方面 还有一个cq cq cq 嗯他们是支持这种big table o or 嗯 many lookups many lookups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今天我们今天中年 可能就这个 好 这大概知道就是这个Boojum的这个Locaba 是比较先进 就是在现在的这个证明区 我就看第三点 前两点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觉得呢我哪个地方没讲清楚 我给你再重复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 协议的细节 我接下来讲就是我来讲一下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个Boojum Locaba他的设计的初衷 他为了解决到底解决什么问题 这里面我们要看其中的第二代 就他支持big table 他为什么能够支持big table 为什么能支持big table 就说他有他是这样 他把这个lookup argument 我应该在这个地方我再重新解释一下 如果他再给他一个formal definition definition type 就是呢我们假设有一个 向量f 是lookups 在这里面放的都是lookups 然后呢有一个向量t放的是table lookup vector 那这个我们叫做table vector 然后呢我们要证明 for all的f属于这个 f向量的话是或者说for all的i 然后任一个fi 他都属于t这个向量 那这个就是lookup ok 那这里面其中有一点比较麻烦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指指这个 证明一个一个lookup属于这个table 那其实会比较简单 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 就membership proof 就是我要证明一个 元素处理一个集合 那么最简单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morecore tree 就可以去做这样的证明 但lookup argument之所以要比 morecore tree这种vector commitment 方案更强 是因为我们同时可能有很多的lookup 有有多个lookup 那这时候我们像morgal tree这种方案就变得 我现在想 那那第一代就plookup 他就是解决的 ok你只要这个lookup的数量不超过这个table 那那比较简单 第二代的就是说我们要引入这个bigtable bigtable的他的这个 这几个lookup的原理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要先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 这个lookup的一个项量这个f项量 我们要的证明呢这个f项量的每一个都属于一个很大的table 这个bigtable 那这个在这个证明过程我们要需要引入一个中间的一个 f 星 这个f 星呢被证明是 是一个死级关系 这个subset的关系 但是这个f 星里面是不能有重复的就是这个table里面有些元素 我们这个table有什么元素 我们原封都能用紫积关系把它把它放出来 或者是它的一个子向量 然后呢我再证明 f 中 f 中的每一个都在f 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那这部分 左边这个这个这个这部分的证明 可我们就可以用传统的 迪带的这种整方来证明 那这部分呢就是就需要用另外一些 一些技术来来做这个subset的证明 那做这个subset的证明呢有 后面就出来一种 就是这个怎么证明这个subset呢 呃 又不想去引入它的顺序关系 就是想说这个f star里面的顺序 并不是按照 big table 里面这样排列的 就是我们想忽略一种忽略顺序的这种 这种一个集合的一个子集关系 那这个如果大家熟悉plunk的朋友 因为很快就能想到这个就permutation 用这个就copy constraint 的办法 证明一个集合去属于 嗯 permutation argument 这个是不是就就ok呢 就是我们可以证明一个 f star 是是这个集合 t 的 t 的集合 t 的一个字节 当然是ok 是没有问题 但是 这里面就会引入另外一个 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需要用一种新的 vanishing 成功的 成功的 以绳于 成功的 成功的 entonces 成功的 成功的 它的 的tables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我们假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我们这个for example 有这样一个t的这样一个table 我们这个table很短 我们写非常非常简单 最简单的例子来来看 我们就写这个table里面有有 四连速有11131517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查询的有一个 想想这个现在里面放着假说11我查了算 我先查了一个13 然后我就查了一个11又查了个11 然后又查了个15 那我们我们这么去编码这两这个多样式 然后又能忽略顺序呢 就是我们就把这个编码一个tx等于这样一个 x减去11乘上x减去13 乘上x减15 乘上x减17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引入一个f star x 它是这个t的一个子表 但是它能够包含了ff相当中的所有的元素 但它就是要消掉这个重复 不能有重复元素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写 f-11 乘上x减13 乘上x减15 就没有减17 因为因为在f中没有17 没有用到17 所以我们在f star 不编码这个 那这个f fx呢就是要考虑重复 x减15 oh sorry 4-13 乘上x减11 乘上x减11 乘上x减15 ok 啊 那那这个looker 我们就这么正 我们就分两步 第一步 这个first first step 我们证明这个tx等于 f star x 乘上一个hx 然后我们再证第二步 就是证明 f的元素都在f star中 就是 那这个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子表格系 这个叫一个 这个就叫这个子表格系 二个问题 这就是第二代第二代这个 多开不给你们的一种常见技术 就是我们用就挖那些form去编码这个table 但是接下来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这种方式 他 他 破坏了table的同态的性质 我就不深入讲 这边就跳过 接下来讲下一点 就是第三代 那么引入第三代就是什么是这个 logarism rhythmic derivative derivative 就这时候我们要引入logarismic derivative来 换一种方式去编码这两个 两个这些查询的 那个 去换一种方式去编码这三个 我们不用vanish form 对vanish form做一个变形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一个 一个想法 ok 但是这么想 我们先回一下就什么叫对数导数 什么叫对数导数 就是这个所谓多少就是我们要对一个 多样式求求导数 比如说假设我们的fx等约 a0 sorry f0加上f1乘上x加上f2乘上x的平方 那么他的他的导数就是这个多样式的导数 这个就是 比较简单的数学 就是 是f0的导数 就是 对第一第一个分量求导 第二个分量求导 第三个分量求导 第一个分量求导 因为第一个是个常数价的求导 完就是0了就不管 就是 第二个是个线性的f1乘x 求完导之后就变成f1了 所以说 就是f1 那第三第三项就是 对fx平方求导 要把这个s平方上的这个二二放下来 就变成一个2乘上 f2乘上x 就是这就是他的导数 那什么叫对数导数呢 就是我们要先 我们对他这个 先对这个fx做求对数 我先求个log 或者fx 再对他求导数 这就叫对数的导数 那这个对数导数是就看起来就是 当然这个是 我们可以简单推讲 对数导数就是这样 就是log fx 他等于就是说这个 因为属于一个复合复 函数复合的求导 规则 就是我们要先对外层这个 求一个导就是 因为loglogx的导数就x分之1 所以说我们 先 求这个外层导导导数 就是 因为我们先要去掉log这层 就是我们就是fx分之1 因为logx的导数是x分之1 说 啊 这个地方忘了 我往上查下去 嗯 然后接下来还要再乘上一个内部的 在对复合和函数的里面 还在这个这个 这个求导 那那求出来就等于这样 这个fx 求上一个fx 是这样一个形式 这就是据数导数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 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fx形如 我们上面的这种这种样子 就是用弯性form去编码的话 在这个fx等于我们先简单一个例子 有x0x减 a0乘上x减a1乘上x减a2 那这个我完事求导 求 求导会会什么 这个这个 fx 这是什么什么呢 有人记得吗 没人回答我们继续 这求导出来就是我们要对这 这个乘级求导就是先对一边求导 乘上6万一边不动 然后再加上另外一边求导乘上左边不动 那对三项的话呢就是一个这样 就是 x减x a1乘上x减a2 因为左边这一项 我们先对左边这一项求导 因为这是个线性 所以说求完导之后就就变成1了 然后呢第二次求导 我们要对中间这一项求导 中间这一项也变成1了 那就只剩头为两项 x乘上0乘上x减a2 那还有一项就是对对右边 对右边这个项求导 求完导这边消掉了 那就是x减a0乘上x减a1 那这个就是fx的导数 那这个 他的对数导数是什么呢 这对数导数是什么 fx 他的对数导数就长这样就是 x减a0乘上x减a1乘上x减a2 分之1乘上 我跟上面这个上面这个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继续往下推一下 我们就看到一个神奇的结果了 这就是等约 x减a0分之1加上x减a1分之1加上x减a2分之1 主要就是 当我们对这个 fx做对数求导完之后 它会变成这样一样子 就非常的简洁工整 并且呢我们把这个 比较不同的表象 因为每a0a2都是表里面的一项 把它变成那种加法关系 虽然是他有求了一个倒数 但是他也他有一个加法关系 加法就是在 ok在zk里面就相当于比称 要好认得过 那这样的就相当于 我们如果对任何一个连程的式子 去求对数倒数的话 我们都能把它变成 这种倒数相加的这种 这种方式 啊这种方式就 就特别好 比如像我们打个比方说 我们要正这个 我们我们用 就相当于这样 我们对用弯性form去编码多样式 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就是表示我们一个ax编码了一个集合 a 然后abb编码了另外一个集合 然后他们乘起来很显然是这样 这样集合的并级 那我们要证明这个是不是等c 那么我们可以对他们 左右两边同时求对数倒数的话 那就变成 这样一个样子就是变成 x 减 a i 分之一 加上 x 减 b i 分之一 是不是等于 x 减 c i 分之一 ok 像这个式子就像相当于 讲说在punks里面 我们就要需要用这个grandproduct去增量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两边同时求对数倒数之后 我会把它变成一种加法的关系 加法会更好证 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加法更好证 然后我们就就先以这个例子为为我 我一个简单的我们直接往下看 看这个到底怎么证 那我们怎么证这个呢 我们怎么证这个呢 我们证 继续往下怎么证呢 我们叫 首先我们很显然是我们希望对整个这个 式子做多样式编码 他很他很不幸的是呢 这些地方 这种这种所谓的叫有理分是rational function 他不是pranomial 就不是多样式 就这个很麻烦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用pranomial 我们熟悉的多量式这种去去证这种人 但他很烦 但是呢 我这个zk当然zk技术强大就在于 他可以充分的利用交互 把一些复杂性问题 或者一些看起来不太好正统的一瞬间变得很好 正 那么就利用这个交互呢 我们先第一步 我们先可以引入一个让让 verifier发一个随处beta 把上面这个式子呢 这个有理分式给他给他 给他画成一些简单的像 我们把这个x呢 替换成beta beta-bi分之1 是不是等于 beta-c2分之1 因为因为 这个beta是一个随机随机条件数 因此只要下面这个成绩也很显然 上面这个成绩 所以说我们现在把一个 rational function求和相等的问题 转换成了一个 一些数值之间的相加相等的问题 然后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引入 引入两个 引入三个吧 那 uvw 我们引入 u向量v向量和w三个向量 分别呢 让这个 ui呢 就等于 beta-ai分之1 vi呢 等于就把这个数给倒过来 再再次倒过来 beta-beta-ai分之1 那么呢 我们就就把上面这个式子转换成了 ui 加上 vi求和 是不是等于 是不是等于 vi求和 ok 到这大家还有有问题吗 这下一个 6 想一个 这个 没有换成这样计算量会小很多吗 哎 你说谁的计算量 没有 郭老师复习的 你说成a乘以b等于c 那个多样式 不是用一个多样式承诺 如果kzg承诺不就可以证明是吗 那个成本 你说这个地方是吧 你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直接是那个是吧 对啊 好像成本也不是很高吗 目前这个例子 没有显示出它很高 我们现在是先理解它的 就是说它的好处在于 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视角去征证玩意 对 事实上 事实上它会略忧郁一点 因为它不需要 它FFT的数量应该会少一些 但这个我现在没有 我没有仔细想 我初想一下 它是因为它的 嗯 像这个ax乘bxdg会到2n 但是我们接下来看这个dg不会到2n dg最多是n m加2n是吧 嗯 就假设axbx他们incode的等长的向量 那ax乘bx这个dg就上去 如果我们传统上证这玩意 嗯就是就是哈德曼的product 就是嗯 很多snark里面都会证这 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用不用 你不走原来传统这条路 我们走这个logarithmic derivative的这条路 给它展示一种新的方式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这个方式用在lookup里面 然后会让lookup变得很很高效 本身 这个这种方法并没有很明显的说 特别的优于碾牙性很好 并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理解啊他的这个 嗯 嗯 这个logarithmic derivative的 这个思路大概是什么 他把它持一个连程转换成一个连加之后 他到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领证 你把这个路线走 那就是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地方就是 Ui 加vi 等于 wi 然后呢要求 uivi wi 跟aibi ci 要满足这样一个一个倒数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 要证我们接下来要证这个 实际上这个非常好证 这个怎么证呢 就是我们叫证 ux 我们不用这个 用一个 ux去 encode的这个 ui u i的向量 就是用 vx encode的这个 用 wx去 encode的这个 这么这边我们都用的是 la grunge form la grunge form la grunge form 然后我们只要接下来 就证这样一个词就可以了 就 u在零点的曲子 加上 v在零点的曲子 是不是等于 w在零点的曲子 但这个就很好证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把 我们因为只要有 让proper去 commit uvw3 个 commitment 然后用在下面 我们用一个pronomic commitment 有多样的承诺 我们就可以让proper去证 u在零点的曲子多少 vd 零点的曲子多少 w在零点的曲子多少 然后 verify 要验证 什么相不相当的就结束了 等一下 郭老师这个分之一是 相当于求他的逆元是吗 对 对 是的 ok 这一步我们就叫 univariate thumb check univariate thumb check 是一种 univariate thumb check的一个最简形式 我们接下来就是 简单让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univariate thumb check 然后又引入一个新的东西